第六屆年度狗仔衝浪大賽在Huntington Beach展開 65名的狗仔選手上午8點就來到海灘上開始做熱身運動 吸引了幾百名民眾帶著相機來到海灘 雖然狗狗衝浪聽下來一個很不尋常的體育賽事 但也吸引了上百名民眾帶著相機來到海灘 想要捉住這些可愛的瞬間 Huntington Beach一直以它獨特的海浪出名 很多專業的衝浪大賽都在這裡舉辦 狗仔衝浪大賽的選手 將會根據不同的體型分四組進行比賽 同時也會有一場混合大賽 裁判們為狗仔設定了不同的技巧評判標準 包括他們衝浪的時場和他們在衝浪板上的表現 除此之外海浪的不定因素和浪花的大小也會涉入評判範圍 在參加正規比賽之前 主人都會帶狗仔去參加一些基本的衝浪訓練 和狗仔培養默契 狗仔在衝浪的時候 主人都會陪在牠們身邊 幫助牠們下水和在衝浪板上保持平衡 今次狗仔衝浪大賽的一部分收入 將會捐贈給當地6間動物慈善機構 天哪衛視編輯報導 我們下集了 在下集中 在下集中 看开 感谢观看